創團35年的朱宗慶打擊樂團 持續提供年輕藝術家表演舞台與機會 即將登場的五四三二一系列音樂會 特別邀集15位來自台灣各大專院校出色的擊樂新秀 分別帶來大二這一班 我們在一起兩場精彩演出 展現台灣新生代打擊樂 源源不絕的實力與活力 那這次也比較特別 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較多的時間跟他們討論 所以我要請他們年輕的朋友 自己去構思 你要怎麼表現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所以這過程呢 從選曲目到不斷地討論的過程裡面 他必須花出很多的心力 還要顧及的各面向 因為他雖然是很年輕 雖然都還是學生 但是他絕對不是學生的 學校的音樂會考試 或者被考都不是 你要用青年音樂家站上舞台 要接受作曲家 作品觀眾的心理 其中大二這一班音樂會 四位皆來自於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集樂組 除了將分別挑戰獨奏演出 也安排合奏曲目展現彼此默契 我們還挑選了四首風格完全不同的四重奏 有國人作品 有爵士 有近現代的極限音樂 也有一首純粽和打擊樂器的重奏 都希望展現出我們四個人之間的絕佳默契 也希望在演奏的同時 我們可以透過音樂來做對話 互相加油打氣 一起追求那個喜歡音樂 熱愛舞台不變的初衷 在準備這場音樂會的過程中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可以跟夥伴們更加深刻的了解 因為我們四個的個性跟風格 都非常的不一樣 在當初在選擇這場音樂會曲目的時候 我們又是以需要非常強大默契 為前提下去選取的 所以在合奏的時候 為了找到非常一致的氣 我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了解彼此 極樂新秀五四三二一系列音樂會 將於九月二九三十 於國家演奏廳登場 歡迎觀眾朋友前往欣賞 感受極樂新秀的活力與熱情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